就在打開門的瞬間珍妮發出了尖叫 她的腳下居然一片鮮紅 而室內的牆上則吊著一排女人的躯體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藍鬍子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在初不知名村莊的邊緣有一棟老舊的宅地 裡頭住著一個貧窮的老人 這老人雖然是貴族的後裔 但這貴族的身份卻無法對她的生活帶來實際的影響 老人雖然貧窮 但她的三個女兒卻都非常的漂亮 其中的小女兒珍妮是最漂亮的一個 只要是男人都無法將目光從她身上移開 老人這三個女兒總是期待有一日能參與宮廷舉辦的舞會 能受到貴族公子哥的青睞 然而皇宮根本不可能發舞會邀請函給這種懦弱的貴族 突然有一天一輛豪華的馬車停到他們家門口 女兒們驚訝不已看著一位身穿燕尾服的男士布下了馬車 那個男人雖稍有年紀但身材壯碩且帥氣 但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他那藍色的鬍子 這男婦女四人看著這位男人時 他突然說出了他前來的原因 老人啊你願意將其中一名女兒嫁給我當新娘嗎 這是一個非常突兀的要求 但藍湖男人似乎非常自信 一副自認不會被拒絕的樣子 老人不敢馬上答應便想將藍湖男人打發離開 藍湖男人在離開前又說到 考慮好了我會再來的 便搭乘著馬車揚長而去 在藍湖男人離開之後 老人便開始向眾人打聽這神秘男人的來歷 才了解到他被稱為藍湖子 住在遠方一座古堡之中 他沒有任何的家人 古堡雖大卻沒有任何的賓客 還聽說他娶了相當多的妻子 但妻子到後來都下落不明 老人便把這些消息告訴了三個女兒 兩個姐姐把藍湖子是批評的一文不值 發誓死也不要嫁給這樣的男人 但只有小女兒珍妮什麼話也沒說 珍妮不想再和父親過著這樣貧苦的日子了 她非常想要變成一個有錢人 如今這個夢想終於有機會實現了 便叫人通知藍湖子自己答應了她的求婚 藍湖子在得知珍妮答應了她的求婚之後 非常高興 於是便邀請了她和父親姐姐到古堡裡遊玩 古堡裡頭相當的豪華 當珍妮走到衣帽間時 衣櫥裡掛滿箱著寶石在華麗洋裝 正看著入迷時藍湖子突然從背後說到 這些全部都是你的 只要你喜歡隨便你拿 就這樣被奢華生活的想像 沖昏頭的珍妮正式答應了藍湖子的求婚 但在新婚後沒多久 珍妮的期待便一一破滅了 丈夫藍湖子經常上戰場打仗 即使珍妮花錢如流水般選購了無數的寶石和禮服 卻沒有任何人能看得到 只能孤身一人呆在空蕩蕩的古堡裡 不知過了多少寂寞的日子 戰爭結束後藍湖子回到了城堡裡 卻沉迷於狩獵之中 原先珍妮認為藍湖子是一個有品味的人 但實際上她卻出爐無弊 有時甚至會拎著還在低血的稚雞走到珍妮面前 珍妮當然會嚇得放聲尖叫 但當藍湖子聽到尖叫時 反而高興的大笑 還拿起鋒利的刀 切著稚雞的身軀 只要當藍湖子狩獵回家時 同樣的戲碼就會一再上演 但這還不是珍妮最苦惱的事情 她最苦惱的是夫妻彼此之間的情慾生活 藍湖子從不考慮珍妮是否享受到雨水之歡 每個夜晚只是粗暴的佔有她的身軀 就這樣一日一日的活在情欲的暴力之中 珍妮心想只要能忍耐這短暫的痛苦 待會就能一個人安心入眠了 但是這天晚上藍湖子的神色有些不同 她取出一條奇妙的皮帶 粗暴的為珍妮綁上了這條皮帶 珍妮雖痛苦卻也無能為力 仍然這就是傳說中的真操帶 這真操帶起於中世紀 當時的貴族們經常必須追隨十字軍東征 因為害怕妻子不爭 只要用鑰匙左上便會緊密的封住女性器官 藍湖子在幫珍妮戴上真操帶後 便又再度出遠門打仗 而珍妮又回到孤獨 但也花錢如流水的日子 有一日一名從法國來的商人 帶來了金絲銀線縫製的內衣褲讓珍妮挑選 忽然商人仰起了一抹詭異的微笑 並偷偷的在珍妮的耳邊說道 您的日子似乎過得相當拘束啊夫人 了解了商人話中的含義之後 珍妮羞紅了臉 這名商人向珍妮表示自己認識一個打鑰匙的高手 透過了商人的協助 珍妮終於拿到了鑰匙打開了針槽帶 也找了帥氣的青年滿足了自己的情欲 從此之後就算藍湖子離開城堡再久 他也不會感到寂寞 有時甚至還忍不住跟妻隔來 對於妻子的變化 藍湖子默不作聲只是冷冷的觀察 其實藍湖子早已懷疑妻子 但還在等著時機到來之日 多月之後 藍湖子告訴珍妮自己要出遠門旅行一陣子 便將古堡裡面所有房間的鑰匙交給珍妮之後說到 所有的房間你都可以參觀 唯獨最後那把黃金鑰匙千萬不可以使用 說完藍湖子便離開了 在藍湖子離開前 當然再次為妻子鎖上了珍槽帶 但這珍槽帶再也不是珍妮的阻礙 青年在藍湖子離開後便跑來和珍妮優惠 珍妮向青年炫耀自己得到古堡面所有房間的鑰匙 兩人便打開一間又一間的房間 裡頭全充滿了各式的金銀財寶 最後只剩黃金鑰匙的那扇門尚未被兩人打開 時間到了夜晚 獨自一人的珍妮實在受不了好奇 想窺探自己的丈夫究竟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珍妮沒想到自己正掉入丈夫社的陷阱之中 卡拉在地下最深處的那扇房門被黃金鑰匙給打開 就在打開門的瞬間珍妮發出了尖叫 她的腳下居然一片鮮紅 而室內的牆上則吊著一排女人的躯體 就像掛著一排獵物般 這些躯體都各有缺失 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都被綁上了珍槽袋 被嚇得接近瘋狂的珍妮 不小心將黃金鑰匙掉到仙紅的地板上 沒想到上頭沾染上紅色的痕跡 而且怎麼擦也擦不掉 鑰匙如同被濕了咒語般 永遠有一面被染上仙紅 在兩天之後 藍鬍子回來了 當藍鬍子接過黃金鑰匙看了一眼便說到 你違反了我們的約定打開過那間房間對吧 藍鬍子的表情忽然變得相當的恐怖 嚇得珍妮渾身顫抖地跪倒在她的面前 藍鬍子心裡也知道 這個女人是因為看上了她的財富才答應嫁給她的 她讓珍妮過著揮霍無度的生活 沒想到又是疑似的背叛 被拿起一旁鋒利的武器 你就去和他們一起作伴吧 藍鬍子說道 就在這時青年破窗而入 拿著武器的藍鬍子嚇了一跳 但藍鬍子哪裡是年輕小伙子的對手 青年一個劍步奪去了藍鬍子的生命 藍鬍子最後也被吊在地下室裡 和那些她曾經愛過的女人吊在一起 從此之後珍妮繼承了藍鬍子所有財產 她把財產和父親姐姐們均分 不但使父親能度過愜意的晚年 也讓姐姐過著貴族般的生活 而珍妮和青年就這樣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但她的第一個男人就是殘酷無情的藍鬍子 這讓她的心中也充滿了對男人的不信任 就像藍鬍子不信任女人一樣 在不久之後 那間只能用金色鑰匙打開的房門 又悄悄的被打開 被掛上了一個青年的軀體 在這個電影子端上站在一起 Clywan高建福宇宙女人